看蜜蜂球怎么样啦 有没有被吹走呀 没有 那有没有人知道蜜蜂球为什么会被吹走 有小朋友知道吗 你说说看 光丽你以为在上方 啊你是说那个风把它给这样吹走了 还有小朋友吗 想想看蜜蜂球为什么没被吹走呢 他们那么轻 你说 它重量不是太多 我一直在做 所以在这儿可能会起来 我也 那好 那让我们来看一下 今天我给大家讲的就是大气压墙 有谁知道 大家先随便发言 想一想 什么是大气压墙吗 有人知道吗 想想平时生活中 你说 吹着气流 吹着气流就是大气压墙 吹着气流就是大气压墙 我给你做啥 你的小羊 那一面奖品 还有谁呢 觉得是大气压墙 你说 火箭的开射器 啊 那个气体你觉得是大气压墙是吗 嗯 还有谁呢 觉得什么是大气压墙 你想一想 我们平时生活的大环境里面是不是有空气啊 空气大气 大家知道大气对我们有一个压力吗 就是平时生活在那个时刻能感受到周围的大气 然后它那个大气呢 作用于 大气作用于单位面积上的时候 就是作用于一小块的时候 它就会给我们产生一个压墙 下面我们来看一个小实验好吗 好 然后有请我们的助教姐姐帮我们做一个小实验 这是一杯满满的水 这是刚刚下课倒的水 它是满满的 需要验证一下吗 如果它要是 如果要是这杯水倾倒的话 会流下来对吗 对 大家觉得会怎么样 会不会待会倒了一教室的水啊 不会 为什么呢 我做过这样的实验 好棒呀 你看 纸被吸住了 这是为什么呀 下面我给大家想知道吗 鸟 你说 鸟 鸟 鸟它怎么样了呢 鸟 鸟鸟 所以你一个小羊 它那个杯子里面是不是装满了水 水的话里面还有空气吗 没有 它的空气是不是极少掉 对 那要是没有空气了 它还有大气压吗 没有 没有大气压了 就还有我们今天讲的那个大气压墙了吗 大家看大气压墙是什么呀 它是 体层 对大气层 然后对我们的这个压力是不是 就像我们在水里面的时候 是不是也会受到水的压力 大家游泳的时候有没有感觉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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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